彰化有民众开车行驶抬76线快速道路 跟着前方的车辆开在了路肩上 结果遭到检举 当时在路肩上的80几辆车统统被开单 让车主气得PO文抱怨 对此警方表示 民众行驶路肩虽然说是为了避免后车追撞 但是在没有开放段行驶就是违规 下班时间车辆大抬76线快速道路上 蒲兴在浪口前700公尺出现长长车龙 车辆依序排队开着路肩准备下载路道 民众往前开园林永静在浪口前 同样出现车流 近百台轿车行驶在路肩 不料因此被开单 民众贴出罚单气了PO文 台76线最近出现检举魔人 下半时间请不要傻傻的跟着路肩排队 因为光是8月8号复经节当天下午 一整排80几辆车因为行驶路肩 统统被开单 就觉得很讨厌啊 本来普京西要去找朋友啊 就塞啊 塞了三四百公尺还在塞啊 那后来我就干脆绕到林错下 还有林错就没有塞啊 那我觉得我赚了四千块 有民众因为太晚靠右 没跟着行驶路肩躲过罚单 但还是认为检举魔人太过分 拨厚道 因为民众他停路肩是不得已 那你现在检举他不敢的话 他出来外车车道 即使他后车追撞 那会很危险耶 检举人真的很缺德 该时段路段 道路主管机关均未有开放路肩措施 本大队仅能予以举发 警方表示算民众行驶路肩下扎道 是为了避免后车追撞 不路肩没公告开放 民众行驶就是违法 警方只能依法开单 借待人贸彰化裁缝导